钢15是一款彻底为极客和发烧友打造的移动电源 电路设计惊呼偏致 架构和防护都拉到发烧级水准 大众用户可能嫌他贵嫌他重 但是对那群追求稳定极致体验的人来说 他正好对味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测试片里我们已经看到钢15的硬实力 具体数据我们不在这里重复了 感续具的朋友可以在我主页去看完整的测试内容 纸面数据和实际表现只是一方面 真正决定他能不能站在发烧级电源行列的 还是内部的电路和设计用料 电信怎么管理 协议识别怎么实现 280瓦的功率释放 靠的是什么拓补 纹波能压到80毫v以内 背后电路里藏着怎样的滤波与补偿 这架电子向来以硬核电路著称 这次钢15又会不会延续他们一贯的风格 接下来就让我把它拆开 把电池 主控 电源架构 协议芯片拎出来 看看这台钢15 究竟凭什么撑起前面那些亮眼的数据 这期视频是测试数据之外 最值得发烧有期待的部分 彻底拆解 电路解析 还是要给大家说一声啊 充电宝拆解有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两个橙色的缓震皮圈 专用的内陆角螺丝刀 才可以把这个螺丝切下来 这是前面板 同样的方法把后面板也打开 上面有缓震垫子 两颗白色的按钮 硅胶材质的 直接大力从后面 可以把这个板子给它推出来 这一块是电池模组 主板背后有一片散热硅制贴 NTC热明电阻 检测电池的温度 电池组和主板 是通过两根硅胶线连接的 屏幕的话就是靠着一个PCB 把它固定住 这些泡棉都是起到缓震作用的 我们全部把它撕掉 电池是通过这个大型的热搜管 把它包住的 咱们直接把它撕掉 这个热搜管用的很厚啊 内部电池上面还有缓震泡棉 然后这一个是电池的保护板 充电宝的主板与保护板 咱们已经把它断开了 这个是屏幕主件 背面有一个单独的PCB 电池保护板 它是通过双面胶 站在这个电池组上面 电池组这一边 全部都有轻格子保护 看一下这个点焊的细节吧 一个电池上面密密麻麻的 15个焊点 裂片也是用的加厚的 这些细一点的线 都是电池的单体电压检测线 这个电芯的话 我是用的比克45D的全吉尔电芯啊 还有其他的品牌电芯 可以供大家选择 6颗电芯 组成一个6串电池组 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主板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 内部的电路 及原器件使用的情况 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刚15的内部电路 整体走的并不是 普通消费级充电宝的套路 而是彻底按照 发烧级电源的思路去搭建 它的电芯配置 保护体系 主控电路和功率架构 都能看出设计者 在兼顾大功率释放 协议兼容性以及安全冗余上的用心 整机架构分工明确 每个功能模块都独立成块 电源走线和介绍布局 也是按照高电流 高频率应用去优化的 从整体观感上 这台机器更像是一套精简的桌面电源 被塞进了移动电源的壳子里 而不是常见那种能用就行的移动电源 至于它具体用到了哪些电芯 保护策略和功率器件 电路里又藏了哪些独到的细节 和不妥协的用料 看我接下来为大家逐一分析 这台设备的核心电源部分 我这一台是采用的 深圳比克动力的45D全吉尔21700动力电芯 一共6颗串联组合 比克动力2005年成立 主营锂离子电池与电源系统 长期供应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领域 当然这个钢15还可以选配 其他品牌的高性能电池 电池保护环节 配置了广东赛威微电子的CW1274保护芯片 赛威2009年成立 主打电池管理与保护IC 这里负责过压过流等全套保护逻辑 配合四颗西安华裔微电子的NMOS开关管 HYG011N04 这四颗管子是TFN5x6封装 两两并联 作为电池保护的执行部分 华裔微2017年成立 主营功率MOSFIT和IGPD器件 此外电池组还加了四颗四印12的一次性贴片包线丝 并联作为硬保护 六组电池均衡电路 则有四印01B的电阻 四印470的电阻和四印L2的MOS管组成 用于动态均衡单体电压 避免电信之间出现失衡 最后三颗R2005采样电阻分布在主板上 用于电流检测与电池保护反馈 整体设计思路是保护环节层层叠加 从IC到MOS再到保险丝再到均衡 确保这套动力电芯安全释放出全部的性能 主控MSU电路 主控供电部分 采用蓝金威蒙电子的ME6203高压线性LDO 稳压芯片 把电池输入电压 稳压到3.3V 威蒙电子1999年成立 主营模拟与电源管理IC 主控芯片则是来自北京造译创新 型号1230G8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5年 主营MSU存储器和传感器 是国内知名的半导体厂商 MSU负责全局逻辑调度与屏幕驱动 电压电流功率检测部分 采用了德州仪器的INA226 这是一款超精密IRC功率检测器 德州仪器不用说1930年创立的老牌半导体巨头 这个芯片让整机的电机参数能备精准监控 配套的供电由一颗私印EGJN的六角加压芯片完成 全采显示屏由MSU直驱 适时显示功率与状态 同时配备一颗NTC热敏探头 直接贴近电芯 检测电芯的温度 这一段电路的整体思路就是 主控加检测加显示三位一体 把电池状态电压电流信息全部数字化 适时的呈现给用户 第一组C口加DC口双向电路 协议控制由深圳应急芯科技的IP2366完成 应急芯2014年成立是国内知名的快送协议厂商 这颗芯片可支持C口最高双向140W 控制电路用的是全桥方式升降压结构 DC口设定的功率是120W 功率部分使用了四颗西安华一维电子的 HYG040N04NMOS 这种NMOS也是DFN5×6封装驱动全脚脱补 配合一颗大功率扁平同带电感用于能量存储与转换 深圳电路两端的电流采样依然是用的R2005 这里一颗 这个地方有一颗 这组电路的滤波设置可以说是非常有个性 电池端 220V35V的固态电容 加两颗MLCC 输出端则是用了两颗 35V220V的固态电容 加五颗MLCC 这些MLCC可不是普通的 0805 1206的型号 都是用的32225的大规格的MLCC陶瓷电容 还有一颗0.15V亨的合金电感 形成多级低阻抗滤波 就是确保压住IP2366这颗高纹波怪兽 微巴士输入输出控制 有两颗滑一微的HYG040N04MOS并联完成 这两个MOS是DFN3x3封装 这一部分电路配置也是这个刚15的特色 C口信号这里加了470的一颗牌组 一个4IN4P的五角芯片 这一颗是四项TVS二极管 这样做的话让这个Type-C口 接口耐久性更高 抗静电能力更强 整组电路的设计亮点就是 高规格的滤波堆掉 全桥拓补加完善保护 保证了高功率下的干净电能输出 第二组C口加A口的电路 这一组协议芯片来自珠海智荣科技 型号SW3538 智荣科技也是2014年成立 主营快充IC 兼容性和定制协议支持都很强 3538控制半桥生间牙 最高支持C口的140W 这个是20V 7A140W A口的最高50W的OPPO VOLK协议 功率开关仍然是两颗华一微电子的 HYG040N04 封装式跌分5×6 储轮电感换成了德国 吴尔特的大功率扁平电感 型号为744355 1111 吴尔特集团1971年成立 欧洲知名的被动元气件电感厂商 品质稳定 价格高贵 电流采样依然是两颗R2005贴片电阻 滤波部分 电池端两颗325的大规格MLCC电容 输出端则是由一颗MLCC 加一颗330V25V的固态电容 这一路属于稳健型配置 两个充电口的输出VBUS控制 也是由华一微电子的HYG040N04 DFN3x3封装的MOS完成 分别负责A口和C口管理 信号部分同样配置了470牌组加4项TVS2机管 两个充电口各配一组 整机接口方面 两个C口采用的是深圳精锐新叶科技的高品质连接器 A口则用不锈钢外壳的大电流接口 整体就是高兼容性协议 加欧洲品质的电感 独立的VBUS控制 兼顾高功率和手机私有协议的适配能力 这台钢尺5内部的电路 完全不是那种能用就行的消费级充电宝思路 而是彻底按照发烧级电源的逻辑 去堆出来的优点和缺点都写在电路里 先说优点部分 第一 协议兼容性几乎没有短板 实测表现大家已经看到 除了小米私有协议以外 华为的22.5瓦 荣耀和Vivo的白瓦 PBS OPPO的65瓦私有协议 PT3.1大功率笔电 全部都能精准握手 能做到正一点 背后就是双协议架构 IP2366全桥和SW3538半桥 分工明确 稳定驱动 第二就是电能质量干净 几乎是照着桌面电源的规格在上调 325大规格的MLCC 固态电容 合金电感 再加上 无二特的大功率扁平同态电感 结果就是 大功率放电下来 文波控制在80毫v以内 干净利落 不脱离带水 第三 信号防护讲究 三个USB连接器的接口位置 还加了一套 470牌组 加四项 TVS二级管的防护网络 这种电路配置在普通充电宝上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更多的是高端充电器的做法 它的作用就是提升静电抗扰和接口寿命 让协议通讯更稳 外行看不见 内行一眼就懂 这是属于工程师夹料的地方 第四就是功能扩展性 内置UPS支持边充边放 电压电流自由设定 协议参数自由设定 数据监测 适时刷新 还能固件升级 硬件扩展升级 换句话说 这不仅是个移动电源 还是给玩家留足玩法的便携实验平台 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 缺点同样的明显 首先是它没有3C认证 钢15更像是DIY发烧友的玩物 而不是合规量产的消费产品 要说过不了门槛 其实这也根本不是技术不行 而是发烧友玩家 没有那个财力和精力 去跑认证流程 第二就是电路成本高 无尔特的电感 高规格的MLCC陶瓷电容 全套保护网络 这些高单元器件 一股脑堆上去 堆出来的就是硬件成本 价格自然就高 大多数用户不会为此买单 它注定只属于那群发烧友和极客 一句话总结 钢15是一款 彻底为极客和发烧友打造的移动电源 电路设计惊呼偏致 架构和防护都拉到了发烧级水准 大众用户可能嫌它贵 嫌它重 但是对那群追求稳定 极致体验的人来说 它正好对味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 钢15是台移动电源 确实配得上发烧级三个字 在前面的测试环节 这个充电宝在合规的情况下 它把协议兼容做到了极致 华为、荣耀、Vivo、OPPO、PT3.1 几乎全覆盖 高功率输出稳定 纹波压得干干净净 UPS功能也做到了实用级别 拆解环节一看 里面的电动架构 滤波堆尿 信号防护 全对得上它的表现 而且现在 这个钢15还出了最新的DLC 大家还可以把它升级 升级以后 它的双口自充功能也是有了 你会发现 这并不是一块能用就行的充电宝 而是一个把桌面电源硬塞进 移动外壳的怪兽 当然 它的短板也摆在那 它是DIY发售有产品 没有3C认证 从合规角度讲 没有办法走入大众的消费市场 第二就是 这么多的高端元件 堆上去 成本高企 价格注定不低 对大多数人来说 性价比并不是很友好 那么这个充电宝适合哪些人 如果你只是 想买个轻便随身的充电宝 能给手机补电 这个钢15 绝对不是你合适的选择 它体积大 重量重 价格高 用不到它性能 就是浪费 如果你是深度的快充玩家 手里的设备种类繁多 笔电 手机 NAS 小公控 都想接一块电池来跑 或者你是DIY爱好者 喜欢调鞋液 刷数据 玩参数 或者你是重视稳定 和电能质量的发烧友 那么这个钢15 就是为你准备的那一盘菜 它不是大众的充电宝 而是极客的随身电源 买它之前 想清楚 你是要一块电池 还是要一台移动的桌面电源 测试为了了解 测试为了真相 认真车材 客观说出 我是离火车材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